我十多年前就開始玩哈利電欄車 我也很喜歡金屬雕客 因為外國的哈利電欄車不算很流行 但某些車上有些金屬紋身 我當時看雜誌就很喜歡 我很想擁有 因為我隔壁來也想令到個性化更強 但香港沒有師傅做這件事 我開始聯絡愛國師傅 如果我寄件件給他 會收多少錢 整個程序是怎樣 愛國師傅收到很貴 因為始終牽涉到很多設計的意念 我覺得比較難溝通 於是放棄了這個念頭 7、8年前左右 我當時不停地上網看師傅怎樣做 網上的影片 一直看的時候 就覺得其實都好像不太難 就試試自己開始做 其實當時有一個方法就是用電鍋筆 那些叫Dreamo 就是一個轉頭在轉 將你不想要的金屬刮走 從而整個圖案出來 初初我是用這種方法做的 都做到一些畫 或者是一些圖案出來的 但是因為始終電鍋筆有個問題 就很容易走位 還有我每次做之前 其實還有之後 其實要很多時間去清潔 因為電鍋筆一轉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金屬塵飛出來 那我又要戴護目鏡 又要戴口罩 然後感覺到整個身體都是 我要穿這些保護衣 所以其實當時每次開工 我都好像是接觸了一些新冠病人 哈哈哈哈 那我就穿到整個身體的東西 然後我把工作桌子又要圍好它 免得金屬塵飛到周圍都是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在家裡做的 那做完之後 又停地掃一些金屬塵 整個身都是 總之這個過程是很不享受的 那大概用了這個方法 用了兩年左右 其實我想放棄 那我就見到外國有個很厲害的師傅 就是他的東西是很漂亮 很細緻 就是骷髏也好 英也好 其實他做的東西是很漂亮 那我就見到他是用鎚仔 以及雕刻刀來打的 那我就馬貿然就發訊息給他 我可不可以過來和你拜師學藝啊 那師傅在印尼巴黎 那他說好啊 你過來吧 那我說你的工具 從哪裡來的 香港找不到 那他說可以賣他的工具給我 那其實我就買了他的工具先 那工具寄了來香港 那很開心就拿著鎚仔 拿著雕刻刀就打下去了 那我很記得我第一次打下去的時候 我就打斷了一些雕刻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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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的臉變了灰色 然後很生氣 其實一我生氣我自己 一來在想是不是他騙他騙我呢 是不是他給我一些刺貨呢 就是一撐下去就斷了 那我就拍了影片 就發訊息去問他 那其實我就用錯了方法 我拿鎚仔的力 不應該是用死力撐下去的 那你角度又合適 就是只要他叫我做一下動作 已經知道我所有都是錯的 那我香港沒有人可以問 那他都說不如你過來吧 那我就教我 那所以其實 我一去到呢 其實我看了他做了 我想一頭半個小時的東西 雕刻 然後我自己再做一頭半個小時 那他一直在糾正我的錯誤 那其實我已經到了第二個level了 就引申到 我之後就和另一位 香港的很出名的藝術家 叫Jimmy Rice 有一個Crossover 那我就做了一幅畫 哈哈哈哈 是啊 那個其實是我一個 很重要的理程碑 因為我就做了一幅 這麼大幅的銅雕刻畫 在一幅 在銅板上畫完畫之後 我就雕刻了 就做了一些骷髏頭畫 那件作品其實是 將我由一個金屬雕刻佬 哈哈 就演變了一個藝術家 因為其實香港 就沒有人去做金屬雕刻的畫 畫門不單止在香港 甚至在這個世界也很少 那時候就有Gallery 即有畫廊的垂青 就放在你的畫廊 他們的畫廊那裡賣去剪出 然後就把我帶去另一個層面 他們經常都會問我 你有沒有刁手錶 因為其實刁手錶是要另一套的工具 因為是很微細 我刁蝦你其實是用一些大的刁黑刀 用鎚仔 我知道的理論是 就是我回答我的朋友 我知道理論是怎樣 因為我的工具不是很刁到的東西 但問人越來越多 我就開始在香港的市場 找到有沒有人刁手錶 都有一兩位師傅 但因為他們用比較大的刁黑刀 出來的紋路就比較粗 就不是說我可以做一幅畫在上面 那種師傅就沒有在香港 要在外國才有 我看到有些香港的人 都會寄了他們的名貴瑞士手錶 就去外國找一些師傅刁黑 我發覺原來這件事 在香港也有market 但因為那套鎚猜 差不多10萬元 我考慮了起碼兩年 哈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適逢疫情關係 通常去學微金屬雕刻 其實是要去外國去學的 那時候有封關 沒得學 所以其實我是很不敢走過一步 去買那套工具回來 那客戶會越來越多的要求 於是我就白想玩 再加上太太鼓勵我 其實你是時候去另一個level了 以我的名氣所有東西都 然後我就真的買了一套工具回來 那我就開始去做微金屬雕刻 最初遇到很多困難 因為我要起草圖 在一隻這麼小的錶上面 去起草圖 其實真的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你的手要很穩定 又不可以畫錯 因為金屬雕刻是沒有錯的空間 因為你一錯就不能回頭 在我接客戶之前 我就用了自己的一隻 瑞士的鋼錶來做練習 即是真的去做這件事 這樣出來的效果是OK的 是我想要的東西 我也要放在社交平台上 即是回應回來的回響也很大 就在我自己的作品之後 就一直有很多的請求 叫我來幫忙做中標 我自己本身沒有學過設計 又這樣說 因為當我喜歡了金屬雕刻 我決定下手做金屬雕刻的腳 那一刻我開始在網上看很多設計圖 最容易看的就是紋身 因為紋身和金屬雕刻上的圖畫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不約而同地去似 看多一些別人的設計 再套自己的意念下去 改一些東西 然後又會生成其他東西 就會變成我自己很個人的設計 風格 當然我不是開工之前 接到一個項目才去做這些功課 平常我平時沒有工作 等同位置 或者等巴士 很多人會上社交平台 看看別人做甚麼 但我用了那段時間去看師傅的作品 我自己去改善一下 吸收一下自己的靈感 拿開去 精采 把作品 散開 他們 任何人都破壞了 對 操縮